好 很久 没有跟 大家 见面了 那有些虽然 前 前两三天 我们到场共修 那有见面 不过大部分 都算是三四个月 有的甚至于 是以前 都没跟你们通过面的 所以看到各位 非常的高兴 那 以前我说过 一只一夜 都是情 一只一夜都有情 那 很喜欢跟你们在一起 这样 很喜欢跟你们在一起 那么由于我们 现在才 我们整个菩萨僧团 那现在在制度上 比较慢慢的在 去健全 那 行政事务 那么戒律的工作 那么以及教学的工作 慢慢都分工合作 那我自己 就是说 今后 比较能够请全力的 来 只管着教学 跟同修们共修 比较不必 再花费太多的时间 那么来处理 行政的事务 那这样跟各位讲是说 我们以后 我们将会有更多的时间共修 那么今后 你们将 比起以前更方便 那么更有时间 跟老师一起 来这个 修禅 那么来独餐 那我也必定 有那个心 要跟各位共浮沉 就是 有缘 那么如果 你们没办法 获得大安心 或者与佛法 不能得志在 那就是我自己 没有那感觉 也不安 也欠就 所以 希望各位 也不用急 慢慢来 慢慢来 嗯 嗯 佛法的修行 跪在正确的发心 那么正确的行持 那么以及正确的觉悟 那这一些都不是有办法要求速成 那么所以我们虽然在这个课堂上 那会告诉各位一些修行的见地 跟修行的大方向 但是修行的道场 严格来讲是在每一个人的工作岗位 每一个人的家庭 每一个人的事业的场合上 换句话说 修行的重点是在照顾身旁周围的人 在这样的当中来进行的 那我们来这个禅堂上 来课堂上 我们是一种共修训习 共修训习 那如果一时之间 我们在课堂上所说的 假如做不到的话 也不要急 也不用急 也是一样慢慢来 那么 对不起 各位同学里面 如果有用录音机的 麻烦你们收起来 我们谈心有录音机 不可能带你也收起来 那我们收起来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先跟各位 我们先大家先静坐个一分钟 我们再开始先静坐 我们先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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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的期待不太一样 那么每个人的根气也不太一样 那所以显得在整个整个这个整个道场整个残堂上的整个那个我们就说音言不是一个很平衡很调和 所以做老师的人希望各位能够先平息出演 那么先平下来 我来这里 沒有效的話不要講 所以就是說 不要說一些沒有用的道理給各位聽 那麼一說了 能夠打動各位的心 能夠直接從八四田中鑽進去 那麼在這個八四田中摘下菩提種子 那這樣的話是修禪的人的說法方式 或者是說修禪的人 他在學習這種說法的方式 所以我們大家還要再平息一些 那當然也因為 就是說大家剛剛才坐定下來而已 所以我們雖然我們只是三個晚上的共修 但我剛才也跟各位說過 我除非是胡受 受命一年不具足 如果不然有心跟各位共胡成 有心跟各位共胡成 那麼過去由於整個生團的制度還沒有建立 那還不健全 那麼我一直花會太多的時間 在文字工作上跟行政工作上 那麼總是內心有一點歉意 照說修行人應該呢 就是生老病死在修行跟洪華的途中 所以我們大家還是我們再更平靜一點 那麼這樣我們才來談 那雖然是短短的兩三天而已 但是因為日後我們都還有可能繼續在切磋 那而且我所說的將把我就是說 這麼這就是說修行以來的這些年來的心得 那麼如實而言都沒有保留的布施給各位 那所以大家要放下你原來的想法 先放下我們再談 那我們一樣的 我們再打坐一分鐘再談 我們再談 我們再談 啊 我們再談 我們再談 找你 我們再談 expansive 我們再談 走太快了 你把电灯关掉 我试试看看 电灯关掉 那这边的 关掉看看 打开一盏 再打开一盏 好 可以 后面关掉看看 好 可以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可以 这样可以 打开一盏 再打开一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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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在开讲之前 我先问各位 你们现在有没有人 有心中的话 想先问 有没有什么困顿想先问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在我们要讲之前 务必希望 你们都能够心无杂念 这样说才能够相应 那么我们其实这个 虽然叫禅训班 但其实固然可以说是 你们跟我的共修 不过也有一个意义 事实上是师之训练班 是师之的训练 也就是说 我希望说我们各位 日后或者在不久的将来 也许或者说不久以后 都能够为人师表 都能够成为一个 修行人的表率 所以换句话说 我对这样的一个共修 我们这样的一个共修 我没有看清它 没有看清它 那所谓千里行路 一步道家 佛法固然 它需要一段时间的 长养 一段时间的成绩 但是当你方法掌握到的时候 或者当你听法打中你的心田的时候 整个人会有偷胎换鬼的转变 虽然那一种偷胎换鬼的转变 并不是立即得到成就 所以变成解脱了 但是对自己有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 如果你们心中还有疑惑 现在还有挂碍的话 那么 对你来讲 你跟法不会相应 那么今天 不管是你们支援来的 或者是被人家 鼓励 来报名参加这个谈讯 那么多少我都感觉 我都感觉说 如果你们没有 没有重大的收获 我会感觉说 很舍不得 感觉有一点不安这样 所以如果现在 觉得心中有挂碍 有疑惑 有什么苦闷的 可以马上先问 先谈 那如果你认为说 你的挂碍不用问 你有办法在这个时候 完全把它撇开 就是真正的无心状态 无心的状态 在这个地方 来共修的话 来这个听法的话 那可以 那如果你感觉说 你要把你现在心中的挂碍 顾虑 撇开很困难的话 你先问 我相信 我们其他的师兄弟 都可以等你 都可以等 我们希望大家 集合大家共修的力量 来 就是说 来影响少数几个人 他还没有进入状况的 有没有人 有疑问 有疑问的先问 有过爱的先提出来 有没有 我们一分钟的时间 有疑问的 有过爱的 马上先举手 花言 如果没有的人 继续成心 使自己的心更安定一点 使自己的心更安定一点 好 请说 可以 可以 那个就不用报告 自己站起来就好了 要花言的人就举手 那就是说 想上洗手间的人 自己站起来就好了 还有没有人 有疑问 有过爱